大家好,我是拉丁舞老师Nancy 那在今天的这一期节目里要跟大家来一起分享关于拉丁舞的比赛 说到拉丁舞的比赛呢,很多朋友都会非常的兴奋 因为这是一个展示自己舞蹈基本功 包括自己在学习一段舞蹈之后的一个很有效的成果 那在关于拉丁舞比赛呢,我们也会分两个大的不同的板块 第一呢,是单人单向的比赛 也就是说可以做单人的一个拉丁舞技巧的展示 那这样子呢,对比赛的要求会非常的小 不需要你去跟舞伴来一起进行配合 那其他的另外一个比赛项目呢 也就是双人的拉丁舞比赛了 那这一块呢,要求就会非常的严格 首先需要你有这个拉丁舞的自己的特别的套路 那么还需要你有一个同样喜欢跳舞的拉丁舞的舞伴 和你一起来参加比赛 那说到拉丁舞的比赛的这两大板块呢 还需要大家来准备特别的拉丁舞的比赛服装 那比赛舞,拉丁舞的比赛服装呢 也会有一些特别的要求 首先要非常的闪亮 那其次呢,对于拉丁舞群的这个长短的要求 也有一定的比例 那么初学者包括拉丁舞的个人单人单向的比赛呢 要求我们的拉丁舞的服装一定要非常的简略 能凸显出你的身材 那对于鞋子的要求呢 也会有一定的不同的这个要求 那要求鞋跟呢一定要在一英寸以上 单人单向的比赛呢 要求有规定的套路 那这个规定的套路是世界国标舞协会来规定出来的 所以呢,在学习的过程当中 老师也会把拉丁舞的单人单向的基本套路 来一一的传授给大家